我相信就是台灣的科技產業 讓台灣這麼一座小小的島 卻發出耀眼的光碼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 歲目晚宴 理事長童子嫻至此時 大戰台灣在景氣逆風期 仍有好表現 去年貿易順差805億美元 年增56% 在面對剛結束的選舉 也展現台灣民主價值 選舉之後呢 台灣一樣恢復正常的工作 跟這個生活 尤其是台灣公民社會成熟 進步的一個象徵 用八個字形容叫做 有榮乃大海納百川 這樣子的開闊氣度呢 讓台灣團結在一起 台灣的地位在世界是高漲的 因為我們的選舉 從來沒有全世界都在報導 民主自由怎麼使用 讓自己的經濟環境 可以做世界的模範 科技大佬起居一堂 回顧去年 嚴重會維持高利率 產業面臨壓力 童子嫻指出 包含自家的核碩 同業的廣發 鴻海 人保 營收都比2022年少了5%到10% 但樂觀看待今年會有好消息 其實指望秋天會放鴻子 結果鴻子的那個燒來一個訊息 鴻子的信打開來是說我沒有要這樣洗 到了2024呢不會惡化 我差不多是清乾淨的 所以說很多領主間 某些半導體的種類 其實已經有回春的跡象了 這邊我也放幾隻鴻子 對第二季轉型 然後到第三季還是信心滿滿 至少我們在記憶方面 LCD這些方面是有春意來 那個春意夠不夠溫暖 去迎接夏季 我這邊還是要密切觀察 市場預期今年聯準會將降息 加上AI應用帶來新商機 台灣科技業壽會有望行 春宴到來 民視新聞楊思敏 顏凱台北報導